顺势为趋利避害 大家好 我是宋老师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中国版的全球化 那么之前我在这个节目讲过美国版的全球化 那现在为什么中国要自己搞一个自己版本的全球化呢 那这个主要就是因为美国现在退出的 这个全球化领导者的角色 那美国内部有越来越多的保守派认为 美国现在搞了这个新的罗马帝国 这个全球化的体系 其实是不利于美国内部的核心价值的 所以美国选择逐渐退出这个全球化领导者的角色 那么与此同时 中国为了防止自己在国际上被孤立 所以就不得不扛起了这个全球化的大旗 要搞一个中国版的全球化 但是正如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说过的 做这个全球化的领导者 你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这个代价主要是两个方面 那么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来讲 全球化就意味着这个领导者 必须要消耗自己的意识形态资本 当这个意识形态资本消耗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这个帝国内部就会空心化 帝国就会有崩溃的趋势 第二个从经济上来讲 全球化的本质 其实是把国内的一部分产能转移到国际上 这个又意味着要牺牲国内一部分人的利益 这个事情又会引起社会的矛盾和很多不满 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说 中国搞全球化只会加速中国社会离心力的增速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中国版的全球化 进行一些细致的梳理来把握这个大事当中应该如何做到趋利避害 先来看一下中国的全球化是怎么开始的 2017年中国的习核心开始提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口号 同时习核心在公开的国际场合也多次提到中国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 到2019年之后 这个提法更加的明确了 在各种国际场合中国也明确的提出愿意做全球化的新的领导者 那时间来到2020年 中国版的全球化速度在加快 让全世界遵守中国的游戏规则 也成为了新版全球化一个重要的特征 那么现在中国版的全球化呢 有一个具体的步骤就是搞RCEP 我们来看一下关于RCEP的一些数据 这个所谓的RCEP呢 就是指区域的全面性的经济伙伴协定 它包括了亚太地区的大部分国家 从数据上来说呢 它将组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覆盖30%的人口 29%的GDP和27.4%的贸易额 那这个贸易协定的核心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减关税的协议 比如说中日双方呢 就将在未来20年的时间之内呢 把80%以上的税务减到零关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降关税的表格 中国的承诺非常的慷慨大方 那么极其电子设备 化工产品 塑料和橡胶制品 纺制品 服装等等的主要产品呢 中国都承诺最终会有超过80%到90%的产品 降到零关税 就连汽车 航空设备这种具有很强竞争力的商品 也有超过50% 最终会降到零关税 那么这儿呢 就存在一个问题 现在中国经济遭遇发展瓶颈 然后呢 居然还承诺大幅的降关税 这个就意味着 中国从国外进口的产品会更加的便宜 那么中国内地的同类厂商 就会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 比如说汽车行业 现在中国本土的民营汽车厂 经营状况普遍都很糟糕 那么在继续降关税的政策之下呢 那么未来的情况呢 只会更加的严峻 我们再看一个数据 那根据中国长江政权研究所和万德资讯的数据呢 中国对RCEP国家的出口呢 只占中国总出口量的20% 而中国从RCEP国家进口的总数呢 占到总量的40% 也就是说 中国从亚太地区国家进口的商品 是远远多于出口的商品 所以降关税这个事啊 显然是对其他国家更有利 对中国本身更不利的 那简单来说 中国搞这个所谓的RCEP 就是主动的向亚太的其他国家让利 或者说变相的撒钱 那如果我们把RCEP视为中国建立全球化系统的第一步 那么之后的第二步 第三步等等 就意味着更多的让利 宁与友邦不与家努 但是是不是中国国内所有的产业 都会因为外贸开放和让利 而全军覆没呢 那中国政府当然不会允许这个情况发生 我们不要忘了 中国政府还有一个很厉害的传统招数 那就是政府对企业发放补贴 用补贴来弥补经营上的损失 那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呢 在经济寒冬当中啊 政府不可能补贴所有的企业 政策更偏向于哪些企业 哪些企业呢 生存下来的机会就更高 而那些得不到政府补贴的企业 就很可能在经济寒冬和中国版全球化的双重作用之下 亏损倒闭乃至消失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说过 中国现在非常的希望进行产业升级 淘汰低附加值的产业和缩减产能过剩的行业 那这个目的呢 就可以用外贸开放加选择性补贴的方法做到 比如说中国可以对新能源汽车 集成电路 生物科技等等的产业啊 进行补贴 然后呢 再让某些产业在自然的竞争下被淘汰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中国90年代以来发展的低端制造业 装配工业将加快速度被进一步的淘汰 而实际上呢 这个淘汰机制呢 已经是发生作用了 我们来看一些数据 它受着于国内的工资成本的增加和产业转型的影响呢 中国的服装出口增速从2014年左右啊 就已经降到零以下 而东南亚国家的柬埔寨泰国等等 增速在2013年之后呢 一直都高于中国 而整个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的占比 中国的下跌也是非常多的 仅仅统计2014到2017年就下降了3.1% 但是其他东南亚国家在这个指标上都是上升的 所以中国政府实际上是利用这个所谓的中国版全球化 对内啊 加快产业升级的速度 以后呢 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被淘汰的速度会加快 高附加值行业升级的速度会加快 中国对外投资和对内定向的补贴也会加快 用这个方法来缓解经济硬着陆带来的冲击 这个就是所谓中国版全球化和中国版的自贸协定 背后在下的一盘大旗 那么这样做呢 是有利于和中国做生意的其他国家 还有中国国内的资本财团 因为更开放的全球市场让他们有了更多的投资选择 但这个过程呢 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个所谓的代价呢 就是中国的低端就业人口 我们来看中国从2009到2018年的就业人口 制造业人口从3800万下降到3000万 而批发零售业人口呢 从5900万上升到9800万 住宿餐饮和其他服务行业 分别从八九百万人的水平呢 上升到2000万以上 那很显然 制造业人口在迅速萎缩 而服务行业在迅速的增加 那这个事实呢 就改变了中国的底层社会结构 从低端制造业变成了低端服务业为基础的人口 但是呢 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 是不可能做到100%的转换的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顺利的从之前的行业转到新的行业 那么有很多人呢 会出现无法顺利转岗 出现失业 或者是不出分就业的情况 而由于有大量人口呢 进入低端服务业 所以呢 低端服务业的人数会过多 他们没有竞争力 工资水平呢 也会长期保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 他们和金融行业 精密制造业 科技业等等行业的收入啊 会不断的拉大 从而呢 加大行业之间 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 也就是说呢 如果美国版的全球化 是牺牲了美国传统的工业和农业人口的利益 来实现了低关税和产业外包的话呢 那么中国版的全球化 就是要牺牲低端的制造业和服务业 来实现低关税和产业升级 那换言之 中国版的全球化 就是要牺牲底层的利益 所以在未来呢 中国会有相当一部分就业人口 被中国版的全球化淘汰掉 被剔除出中国新的产业结构之外 那么这些人呢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有很大机会会回到城乡结合部和中西部的落后地区 在当地求生活 那么这些落后地区呢 也因此有可能陷入到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那生活水准呢 保持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准 而与此相反 沿海地区扩展了投资范围 通过拓展海外投资的方式呢 获得更多的跨国资本收益 所以地区和地区之间经济差距还会拉大 那么当这个经济差距达到临界值之后呢 它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差距 而是变成了一种不同阶层 不同人种的差距 那么发达地区呢 更像是扮演了奴隶主的角色 而那些欠发达地区呢 更像是提供奴隶的一个农场 那么这些奴隶会在和平时期充当非常廉价的劳动力 为富人服务 那么战争时期呢 他们会充当兵员为前线提供炮灰 那么中国会不会像美国一样 遇到所谓的一个意识形态资本的消耗 核心价值观被掏空的问题呢 那么这个问题其实是不存在的 因为中国的意识形态资本目前是为富 因为信仰共产党国家 全球也只有中国朝鲜古巴等等几个 而中国搞全球化的对象呢 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 那么这些国家呢 明摆着就是来占便宜的 那么中国呢在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全球相反的情况下 要维持住这个中国版的全球化 就必须扩大对外让利和对外的大撒币 那比如说呢我们看到中国减缓外国欠债的偿还时间 甚至是直接免出偿还啊 这样的新闻以后我想会越来越多 当然了羊毛出在羊身上 这些东西的成本呢 说到底也是要靠中国的中下层来承担的 那当我们梳理完了中国版的全球化的各种可能性和结果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这个当中其实也是有利可图 有很多机会的 但前提条件是你必须在整个社会的生态链当中 处于一个猎手或者是捕食者的一个位置 而不是猎物的位置 然而呢十分现实和残酷的一个事实是呢 在整个社会的金字塔结构当中呢 大部分人是处于被捕食者和猎物的位置的 所以这里呢就借用中国相声演员郭德纲的一句对联送给大家 上联呢是吃亏是福 下联是福如东海 各位做好吃亏的准备吧 好顺势为趋利别汉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